大家好 我是翠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翠翠 好啦 今天這一場好像不能那麼開心 我今天這一場真的是百年難得 一件大爆氣耶 真的是非常的不應該 因為我之前還教大家說 大家就是不要生氣啊 那什麼對不起我的錯 不行 我這一場直接腦神經爆裂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發生什麼事情吧 剛剛我們家艾瑞說一個哀倒楣 然後他現在說 嗨呀 打一班還252 就是呢 我們上一場其實也是同隊的 我們路人撞路人嘛 然後那一場我是玩亥犽 對面剛好是雙人線的維拉跟菫 有玩亥犽應該都知道 就是他不可能打贏維拉跟菫 所以我上一場就被壓爆 然後他因為是全服艾瑞 喔 我就打雷劇 全服用雞腿換來了 那是我當下真的是失智了 大家不要學喔 這是一個錯誤示範 總之上一場對面輔助是維拉 然後我們家艾瑞就全場出一個眼睛妝 那其實我也沒有叫他換成解控裝 我現在玩射手秉持的概念就是說 輔助不來幫我的話 那他可以跟我們隊友在其他的路線多打掃 所以我只要盡量自己稱好就好 然後輔助如果沒有幫我出解控視野的話 那我就自己走好 就沒問題了 我不會特別要輔助來保我 或是要特別要輔助出什麼裝備 然後縱觀一下這隻艾瑞上一場跟這一場的打法 我發現他是比較衝的那種輔助 就是他的艾瑞是會去戰視野 給隊友視野 然後他會去主動綁人開戰 但是他比較不會去綁衝向我的那種刺客 導致呢我上一場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慘 但是我也沒有怪任何人 我也沒有說 欸艾瑞為什麼都不來幫我 但是他上一場嘴我嘴到爆 我上一場都沒有回擊喔 我這一場又遇到他想說 嗯他應該沒意外又會繼續追我 我就來露營一下好了 好啦反正大致的情況講到這邊 我們先回到一下戰局 我們家的美娜直接來下路這邊支援 我看一下星葵也進去了差一個我 我直接過去幫忙 有血就可以打到最後 我們中路的圖倫也及時趕到先收下對面的洛里昂 接著我一個翻牆再收掉對面的瑞克啦 然後我這邊就有點小壞 我想說嗯對面死三隻 來吃不可以吃 吃藍被蝙蝠發現嚇死了 這時候又調皮回馬金槍 給他一個大招想說搶個藍 沒搶到就趕快跑喔 趕快回到下路 但是有點來不及的他 竟然被卡芬妮拆掉 我們臨走之前都送給對方一個大炮 接著我就跟美娜換路來到上路 我正想說我的對線呢 這時候蝙蝠一個 我天啊 還好我在死之前有把傷害全部打出去 這邊看到我的美娜 趕快來幫我了 啊這場我是跟星葵跟美娜三排 那美娜很可惜的是距離不夠差一點 這時候就要說對不起我的錯了 剛剛真的是 太大意了 大意了 沒閃的 接著又遇到卡芬妮了 真的是哪里都遇得到她欸 而且她走位也太大膽了吧 她是不是想要打殺我 我問號 這裡其實我就有點緊張了 我不太敢走太出去 我躲在草叢 這時候星葵來幫我的時候 才發現右巢蹲了一個瑞克 然後呢 我們家的艾瑞 你看艾瑞又是衝出去給隊友視野那種 所以艾瑞這整場基本上不會待在我身邊 我剛剛交了一個閃線 我超怕瑞克挑我 我死掉 我真的想要打超人的時候 喔又衝出一個蝙蝠 我這場真的是被蝙蝠殺到一個 失智欸 殺到一個失去自我生活能力 這時候我想要打 又是一隻瑞克 我真的是頭超痛 好險 梅娜這個神功 我真的是彷彿看到了生命的光 我來下路清兵 我其實不太敢出去喔 我才出去一點點想射一下 就發現 有了是蝙蝠 我就會這樣死掉了 然後我真正大爆氣也是在這邊 因為他說神操作漂亮欸 我直接理智線鍛鍊你知道嗎 我想說你不出眼睛不保我 還挑釁我欸 我都沒有叫你把那個奇怪的解控裝 好啦 其實我懂 艾瑞出解控是因為對面有洛里昂 所以我沒有叫他一定要出視野裝 你懂啦 但是 後排被蝙蝠死掉了 你怎麼可以取笑我呢 我就真的是 啊 真的是 生命看到了死亡 好啦 反正呢 我就跟著梅娜嘛 梅娜幫我探了一下 超 我的天 你們看 這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欸 然後他又說神操作漂亮 欸 這個哪一隻玩射手不會生氣啊 我現在一三五三顆頭 都是蝙蝠俠殺死了 但是呢 我有反省了一下 就是這一場我其實可以早一點上什麼 復活家 或是死神鐮刀 可以讓我自己不要死的那麼快吧 然後我們梅娜已經去塔殺的對面那兩隻 但是 唉唷好可惜的是 欸 隊友血也不好沒有關係 好險梅娜最後活下來 接著我這邊 我真的是完全連 滾出去都不敢滾出去 我是往後滾的 我就 很安心的把兵線清掉 這時候發現 嗯 對面都已經現身了 我應該可以比較安心的打了吧 但是還是要滾好一點喔 喔 蝙蝠在中路露頭了 我心中的大患就這樣沒有了 那時候喔 看到殘血的 超人想要射他 一槍 我一槍射卡芬妮 他直接殘血 這裡我跟圖倫想親中兵 直接蝙蝠出來收掉我們 喔 我的天啊 艾瑞又說神操作漂亮欸 這個是真的沒有辦法屏蔽掉的東西 我頭很痛 然後我們的打野剛剛又被蝙蝠弄死了 然後我們打野好像現在他就爆氣了 他就說 呃什麼時候才要出眼睛 對啊 就說 繼續不出眼 然後我這邊 我差一點要被蝙蝠殺 好險梅娜有神鉤 喔 這美娜真的是跟我一百分搭配欸 我現在死了四次 除了第一次是在草叢裡被蝙蝠殺 其他三次好像都是靠近塔的附近 被塔殺 然後我們艾瑞終於綁了一個洛里羊 可惜呢 剛剛我距離跟不到 其實我覺得這場我們陣容後期是不會輸 如果艾瑞出一個眼睛 在對面任何人靠近我情況下綁住 我應該是不會死啦 然後這邊剛剛本來想說進攻一下魔龍 喔 又出現一個蝙蝠 我真的是心臟只剩下半顆了 沒有我還有一顆心臟 這裡又看到蝙蝠 欸他真的是用盡生命想要塔殺我欸 這個超人也是用盡生命想塔殺我 還有那個瑞克突然可以出現在我身邊 我這場真的是超級難玩的 我這邊啊隊友都在野區 我完全不敢出去 我這邊最後還是趴趴的 我就在回到塔下 這裡我們家梅娜拼了一個凱撒 我想說個人沒有蝙蝠的位置 但是隊友好像去吃凱撒 我這裡蝙蝠一個 我就 我已經語語無倫次了 我的天啊 我真的是 我們家兩隻主力輸出 就這樣子差點死掉一個死掉一個打船 然後我們家的其他坦克 也是死掉啦 因為他們也沒有輸出能力啊 然後我就打字說我真的不敢走出去 對我真的是 我真的不敢離開高地塔欸 我在塔下你們剛剛看到超人都會想要進來打殺我 我好酷了 這裡好險我們隊友非常給力的 撐下來了 撐著我再兩秒就要復活了 欸對面是不是調皮啊都不點塔 我一個復活之後 我想說可以是要打人還是打兵啊 喔先打兵好了 這個 這個薩尼兵推塔有夠快的 接著我一個1技能 射那個奎倫搭配星奎的傷害 成功收掉了夫 欸不是 他是誰 洛里昂 他叫洛里昂喔 喔我們家星奎剛剛繞了兩圈 他以為在玩旋轉木馬馬 超級華麗的啊 接著呢 我就看到下路啊 我們家的圖倫被蝙蝠上了 我想說這時候圖倫死掉的話 我們家主堡就爆了 沒想到圖倫竟然反殺了蝙蝠 我天啊 我剛剛在rap嘛 我唸得超快的 反正呢 我們就很順利的推掉對面的總塔 然後我們家艾瑞綁了對面一個蝙蝠蝠 我現在心頭大患終於了結了 這時候瑞克衝我 但是我們美娜 成功的幫我一勾 我再一個翻滾射擊搭配大招 先縮掉卡芬妮 再一個閃現拉後 最後一個普攻 成功再反殺瑞克 我真的是超緊張 我現在心跳一萬八 欸心跳一萬八 太快了吧 接著我就趕快回主堡 我們這場真的是 非常每秒都在打架 每秒都在擔心主堡是不是要死掉了 這裡呢我想說 一個翻滾射擊就被超人撞死了 美娜你要撐下去啊 美娜一個 哇 很可惜美娜被反殺了 不過我們都盡力啦 這場我真的是 明知道在輔助不會保你的情況下 我應該早點出 嗜血弓啊 失聯啊 復活甲那些保命裝備啦 然後走位可以再小心一點 這邊就是一定要檢舉一下可惡的艾瑞啦 那艾瑞檢舉我 也沒有關係嘛 因為他覺得我玩得爛 那就檢舉啦 要互相檢舉 那這一場我也沒有特別要 就是批評誰啦 其實你們可以發現 我剛剛沒有一直在指責艾瑞 我只是在說我們上一場 跟這一場發生的情況 然後大家的出裝大概可以怎麼出 然後不要隨便 在隊友死掉的時候按神操作漂亮 隊友真的會理智線崩壞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給大家囉 我是翠翠 希望下一場可以遇到好隊友 我們就下一場影片見吧 掰掰